大家好我是凱隽 歡迎收看特戰矯正班 今天是MOMO篇的第四集 還沒看過上一集的觀眾朋友 也可以點資訊卡去看看喔 今天這集就會跨入到進攻方囉 MOMO的排位是 平排1 那我們就開始吧 這是對面開的 剛有一個人在開門 蓋克在那 一個在你的臉上 而且 你要學會一點基本的 準心的擺放 你看 你知道OMOMO在 你有看到你的準心怎麼擺的嗎 等一下沒有瞄準頭線 對對對對對 如果你有多 記住這種事情 這邊是剛好他沒有幫你打死 然後你壓到他的頭 你差一發就輸了 就是如果你瞄到 你瞄著頭線 他一拉出來 One tap 結束了 其實瞄準就是這樣子 這局感覺就很像Rush Rush吸引 像這時候在剪球你可以做什麼 打開你的tab 看看誰的大絕點數多了一顆 就可以跟隊友說 Sky C Gecko C 不要看到粗神了 你的敵人Dash進來還在看 就是你還是要注意眼前 只是你就可以 畫個一下下按一下tab 偷看一下是哪個人在跟我偷撿球 這樣 也是一個小技巧都分享給你 如果你靈活運用的話就會很強 被咬到 被咬到 那這個就是我在 小正版 利友片 第三集講的嘛 站在白給位 其實也不能是你的問題 你這樣會被逼了 但你自己就要知道 你站在這個位置 會被哪裡的人打到 你自己在這裡 你知道你會被 後面 你會被外面的人打到嗎 現在是沒想到 OKOKOK 就是你要知道說我在這裡很危險 不要拿槍了 被咬到 我拿刀趕快落跑 隨便亂跳 你不可以想著說我要在這邊攔他 只是因為你剛好被打死了 不然我就會直接提出來 你一定會站在這裡 然後跟他單挑 因為其實這邊是一個 外面的人看得到你的位置 就你死的是 在這一塊 基本上你剛剛是在這一塊 這一塊你自己去地圖看 你在外面基本上是看得到這裡的人 這邊你說你反應時間比較慢 所以你一定沒有注意到那個斯凱已經跑進去了對不對 眼角有稍微看到 你那個 再往 再往後一點的話 可以看到那個 我有往那邊嗎 就是殺掉我們之後 那你只知道他在那邊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走進眼裡面了 不然以你的個性你一定會PIN 對對 但是我想說有可能是我判錯 因為我現在知道就是 解體已經進來了 那我想說 不管 就撕開 你這個也是已經被生透殘了 這個也是已經被生透殘了 以你的個性你一定會PIN 但這個就是 你要訓練的 這個沒有辦法教的 就是你真的要多訓練自己 在這種 畫面亂到爆炸的情況下 你還要知道說 這邊有一個人走進去 你的螢幕大嗎 因為我有朋友是用筆電玩 所以他螢幕比較小 那他這種看不到我 就是認了 看不到小地圖 那如果是正常用普通螢幕在玩的人 其實你都應該要可以注意到說 這邊有一個 這就是你要去訓練的啦 就這個時候你要知道 這個問號還在 甚至你轉頭的時候 這個問號就已經在這邊 不可能是你看錯了 你這樣走過來的時候 你當你轉頭這個問號都還在 這邊是比較可惜的點 我覺得你如果有注意到的話 也許就不會那麼慘 其實這邊一樣的問題啊 雖然說這個石凱這樣可以幫你打死是挺弦的 但如果你早一點注意到 這邊有一個踏水聲啊 其實這就是你們要去知道的 這個時候 你應該知道那個是踏水聲 就是在左邊這裡 這個時候是不是聽得出來有一個人跑過來 其實你這時候就 因為你要知道 這邊 你現在瞄的這個位置 走到 你臉上這個位置 大概要多久 那如果他用進走了 你有沒有那個時間可以轉過來幫你隊友 那如果他是大跑的 那你也聽得到對不對 就是很多人都 不會去注意到的一個概念 其實他們都只知道說 啊結體進來啦 啊我要等他 可是那結體如果不大跑 甚至他就像這樣規則 你是不是就有時間可以回來幫忙 這裡的隊友這樣 你如果學會 真的你會變得很強 當然他這樣可以幫你打死 真的是挺幽默的 重點就是 如果你早一點轉頭 甚至那個蓋克 不會死 啊他如果死了 你還有機會 這一局又是 你只有小槍 然後他們有大槍吧 看一下 你有看到嗎 有 這就是一個 很不合理的畫面 就是你今天以後 要控制你的經濟 因為你工方手方都一樣 就表示其實 你沒有特別的想法 你只是覺得 我這一局 第二局 我就是想要買 小假鬼妹 對不對 其實你也沒有說 我買這個 我要去打什麼 特別激進的打法 你只是覺得 這就是一個正常的買法 所以你每一局都這樣買 除非你真的有多餘的錢 就你殺了很多個之類的 不然你沒有下包加300 你有多餘的錢 再來做這件事情 那假設我以後 如果不要放那個Q 在 往西點路上 我就放一個槍塔 就在屁股這樣顧著 可以嗎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因為其實 你這樣就很重疊 你就從小地圖看就好 你這樣放完 然後你走過來 在他被打掉前 你不覺得 像你這個人 不需要在 這個 這邊 對 你在這邊 其實 這個砲台就不用放了 因為摸C的人會被你看到 就是慢慢的走進去 把這裡吃完 其實就可以了 那你就要開始抓 對面的Sky是不是很喜歡 丟鳥之類的 你就可以躲鳥 然後你沒有放砲台 他會不會摸 之類的 你就可以去跟他打心理戰 說不定他每一局都會覺得你會放砲台 這局你沒有放 欸我可以摸了 之類的 你就可以在這邊等他 躲個鳥 然後在這邊等他 之類的 就可以打一些 心理戰來陰人 變線的重點其實就是這樣 你就去抓 這個Sky是不是 把把都喜歡在中路丟一隻鳥 他這局來C點丟 你就要知道說 他很喜歡拿資訊 那你第一拍就要躲鳥 不管是C點還是B點都一樣 你邊線都打得太慢了 因為你隊友已經都打進去了 其實你這一拍 你就要大膽往前摸 他們在這邊 瑞姿飛的這一拍 你就可以往前摸 不用跑 就是走 就可以大膽一點 就你可能也會覺得 剛剛這邊有一個人拿神社啊 然後這邊有一個Sky啊 那你就要想他們這邊就是三個人 你要不就去跟他單挑 你要不就回去跟他們武打三 最多一個來武打四 Sky來不了 等你砲台CD好 再放一個看屁股 這樣就很完美 你要知道說 算人數啦 因為你就自己盤嘛 一個在中一個在C 那他們現在進去 不就A點只有三個 你要不就去攬那個C點要回房 就你可能這時候摸進去B點的已經走了 你要不就去讀讀看你撈不撈得到那個C點 撕開 要不就是自己 生透進去去打一個屁股 這樣 你這拍在這裡就太慢了 你可能會發現你進攻一直拿不到分數 因為你的邊線都不太敢打 那你又一直玩 守衛的話 那其實就會很坐牢 而且你要知道你是什麼槍 你是一把鬼魅 你覺得這個周三距離是合理的嗎 不太合理吧 你這個周三距離打到頭 近的打到頭都沒有辦法一發頭了 你遠的你只打87 你近一點是105你都還比較有機會把他打死你遠的這樣打 其實 我自己是覺得 沒有很優啦 這邊有人破門你知道 你在等他 這邊這樣很OK 這邊這樣 硬要說你就是其實不用去跟那個蓋克對啦 但對贏的都還好 因為 你們的fader在外面 其實蓋克不是一個煙角 他不會把包煙住 在那邊玩包讓你們有壓力 所以你們是兩個人都看得到這個包 其實知道蓋克在點內 歐門倒了 你們兩個180 然後等他碰包 你的Q也還在 等他碰包 等Q被打掉 你們兩個在一起拉 我覺得都會好過於你自己一個人在這邊 如果你這邊被他一發怎麼辦 就會變成fader跟他一打一 甚至他有時間進去撿暴徒 如果你這邊被他一發 那你隊友就是會跟一個暴徒一打一 就算他真的很慘了 但暴徒一發頭就死了 神社也一樣 這個距離神社就是一發頭就死了 其實 你看你隊友已經被一發頭了 如果你這邊也被他one tap 人都會爆發 突然他爆發了 那 你們這局就會輸得很遠 這局是不能輸的 這局是 這局是bonus 贏了會輸了就會很崩的 你還不知道要怎麼投稿矯正班嗎 不用擔心 現在投稿矯正班超簡單 我製作了一個Google表單 給各位想投稿的觀眾朋友 你們只需要點擊 影片說明欄的這個表單 然後進去 把該填的都填完 就投稿成功啦 也要記得加入我的DC群喔 這樣才方便與你聯絡 只要你有需要我幫助的地方 歡迎投稿喔 以上就是今天的 MOMO片第四集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跟MOMO上了這堂課 這麼長 到了第四集才8比7 不過各位放心 我會把內容控制在 5集結束 矯正班我都是 盡量不要拉太長啦 怕大家看膩了 想換篇了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 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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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